在冬午廉假假期间 各观光景点早已摩拳插掌 花莲圆柏也趁势地推出 为期四天的初夏放热市集 集结了音乐特色美食创意首作 超过40组的在地人气摊商 从25号下午开始 还有精彩的音乐演出 远东百货花莲店25日起廉假四天 在和平广场前举办初夏放热市集 集结音乐特色美食创意首作 等超过40组的在地人气摊商 下午三点起并邀请校园或在地乐团 带来精彩演出 这次的端午廉假呢 我们邀请花莲在地许多的摊商好朋友 然后一起来举办夏帕这个市集 那这市集里面结合了音乐跟美食 除了有烘焙类的面包 然后或是说非常有名的小米甜甜圈 或是说泰式或一国料理 那种非常多非常多元的美食 都在这一次的圆摆夏帕市集 除了广场前的市集 圆摆内也有人气注点摊商 并增设童年游戏区打弹珠 期盼在人满为患的花莲观光景点 提供民众一个消暑吹冷气逛街的好去处 另外在馆内呢 还有我们这一次圆摆超级年终庆 也寄出了满千送百的优惠 还有可以在室内吹着冷气打弹珠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端午廉假期间呢 多来圆摆或是户外来走一走 初夏放热市集 即日起到28号活动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 面对疫情趋缓的后疫情时代 动物廉假许多民众选择来到零确诊的花莲 花莲圆摆也寄出许多消费优惠 更多活动讯息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圆东百货花莲店或官方网站查询 记者长方言花莲市报导